绿茶半路相间给我奶狗弟弟敬酒 弟弟 你这段位也太低了 我要是这么菜 我姐姐早就被外面的野男人抢走了 绿茶气得脸色煞白 我走过去问 怎么了 弟弟抢走女主手里的酒杯 把酒倒到自己的白衬衫上 姐姐他把我衣服弄脏了 你陪我回房换衣服吧 周一哲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小学 我们经常混在一起 但初中之后我们就前程四井各奔东西了 没想到在大学我们还能遇到 在大学相遇之后 他已经是祭草了 那天我们去食堂吃饭 是有钱多多指着隔壁桌的男人 小声八卦说这就是大义新生里面的技草 我看到那张熟悉的脸 愣了愣 这不是我小时候一起玩的周一哲吗 于是我没忍住说道 不帅 我甚至想象出了毛毛虫落在他脑门上 他哭出了鼻涕泡比热气球还大的场景 然后周一哲的目光就精准地投放了过来 当时我是有钱多多那个表情 像是想把我的脸按到碗里 让我被面条汤溺死 谁知道下一秒 周一哲扬了扬眉毛 姐姐 周一哲比我小一岁 小时候他叫我姐姐 我也很受用 那时候他害怕毛毛虫 我就把落到他身上的毛毛虫拿下来 保护这个弟弟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周一哲是人人瞩目的戏草 而我彻底进化成了臭脸又素质地下的百烂王 所以面对周一哲的一见如故 我面带尴尬地笑了笑 你好 周一哲直接端着他的餐盘坐到了我身边 热情地自我介绍 你们好 我是随西涵的弟弟周一哲 当时钱多多脸色变了 那次食堂见过面之后 周一哲就粘上我了 一开始他只是问我 姐姐 我水卡丢了怎么不办啊 或者 姐姐哪家餐厅好吃啊 这个问题 后来变成了 姐姐 我今天洗澡水卡又没钱了 都没办法吹头发 现在浑身湿漉漉的怎么办啊 或者是 姐姐你上次推荐的餐厅我找不到啊 你带我去好不好 总之一直在粘着我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粘着的 然后我的室友们就开始磕CP了 我出门 室友们去和周一哲约会啊 我吃饭 室友们去和周一哲约会啊 就连我写作业 我的室友们都问 被你平时不都踩DDL吗 现在还有三天呢 你不会是帮周一哲写作业吧 于是我决定主动和周一哲划清关系 那天周一哲发了个微信问我 姐姐 学校的图书馆怎么预约座位啊 我果断回答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说来惭愧 都是大耳的学生了 我都没去过学校的图书馆 对面沉默了一阵 凉酒 周一哲给我发了个语音条 我背着室友点开一听 周一哲可怜巴巴的问我 姐姐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那可真实 如怨如目 如泣如素 我有点不忍心 想了想 回他 不是 只是我们俩总是走在一起 会被人说闲话的 我尽量避开周一哲一段时间以后 有一天 钱多多忽然大叫着问我 宝贝 你和周一哲怎么回事 他怎么好像和王思思官宣了 什么 我听爸骤起眉 我们寝室公认王思思是年纪有名的绿茶 按理说我们寝室四个姑娘都是佛系百烂人 和别人没有竞争关系 也轻易不会觉得别的女生绿茶 但是王思思真的是太恶劣了 他加了我们年纪所有男生的微信 因为我们另一个室友叫冯文轩 名字听起来像男的 所以被他误加了 每到晚上 我们都能通过那个室友的朋友圈 看见王思思发什么黑丝 女徒 低胸罩 当然了 王思思把我们这些女生都屏蔽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在地外上刷到过王思思 带着我们学校的定位扭来扭去的视频 虽然没露脸 但是看那熟悉的黑丝土舌 就知道肯定是王思思无疑 就因为这个我们叫王思思茶姐 周一哲和他恋爱了 我倒是没有管周一哲恋爱自由的意思 但是如果周一哲看上的是王思思的话 多少有点下头了 钱多多把截图给我看 只见王思思发了一条暧昧的朋友圈 朋友圈三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两杯奶茶握在一起 另一张是一大堆零食摆成了心 而最后一张则是一个人群 人群之中 周一哲站在中间朝他尽头的方向望过来 配文是 讨厌也许需要时间来沉淀 但爱只需要一瞬间的心动 我眉头一皱 钱多多问我 周一哲和王思思恋爱了 不是吧 我翻了翻周一哲的朋友圈 他朋友圈里没发官宣啊 我问了 说着 我用语音输入到 你谈恋爱了吗 发送 周一哲的语音条秒回我 谈谈谈 谈恋爱 当时是杨生 钱多多听了狠狠一拍大腿 好好的弟弟怎么这么下头 真是的 我白磕CP了 我却发现了不对劲 我给周一哲发的是你谈恋爱吗 场面一瞬间尴尬起来 以至于我忘了给钱多多说 我思考着要不要解释一下的时候 周一哲已经接二连三的发消息过来了 姐姐 你最近对我很冷淡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表白这种事情 下次我来说就好了 还要姐姐说 姐姐我们要不要现在官宣啊 我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一个消息框弹出来 心中灰暗一片 如果我现在告诉他我发错了 那场面会不会很尴尬 我是一个自己害怕尴尬 也会替别人尴尬的人 所以我还是没有说自己发错了 就这么勉强谈的恋爱也行 毕竟对方可是戏草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钱多多已经在我身边以头撞墙了 我磕的CP被拆了 比我自己分手还难受 他哭天呛地的 最恶心的是你俩不谈就算了 还是他还和王思思谈 这种感觉真是比我吃了苍蝇还难受 他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我要不要把上一秒 我因为一个误会 和周一哲恋爱的消息告诉他呢 犹豫之时 周一哲打来了语音电话 我像做贼一样 提着手机一路小跑到没人的地方接起来 姐姐 我好高兴啊 电话一接通 周一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我 M 哈哈 你高兴就好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我真的没想到姐姐会主动表白 这一周 我都因为姐姐冷淡玩难过 我都瘦了好几斤了 周一哲哼哼唧唧地说 我立刻抓到重点 你瘦了 我也想瘦 周一哲在那边说道 姐姐不能瘦 姐姐的身材现在非常好 姐姐瘦了 我会心疼 我眉头皱紧 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想了半天 我才对周一哲说 那个 我们恋爱的事情 能不能先不要对外公开 这话说的 听起来我像个渣女 姐姐不会是 有别的男人吧 我抽了抽嘴角 老娘一个寡王 哪来的别的男人 我说 只是谈的有点太突然了 感觉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需要一段接受的时间 我们两个先稳定一下 过几天再官宣 又不是永远不官宣了 周一哲可能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 接着他又说了些有的没的 总之 就像被关在笼子里许久 又放出来的小狗 声音中透着轻快与喜悦 而我是一句都听不下去 我不停地质疑 自己在干什么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谈恋爱了 我要怎么跟别人 交代自己谈恋爱了 还有就是 王思思的朋友圈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不容易周一哲挂了电话 我从角落里走出来的时候 面前的场景 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那个室友冯文轩正望着我 他见我出来 痴痴地问我 你在和谁打电话 我大脑一片空白 说话都结巴 没谁 没谁 然后我就溜回了寝室 冯文轩后脚也进来了 他一进来 钱朵朵就抓着他鬼哭狼嚎 老冯你知道吗 王思思那个绿茶谈恋爱了 冯文轩挠头 不知道啊 我刚才还刷朋友圈来着 也没看见他官宣啊 钱朵朵指着自己朋友圈里 王思思的朋友圈说道 你看 他可能是又把你当男生给屏蔽了 我们是能看见的 我们寝室向来是喜欢吃王思思的瓜 所以冯文轩一把把钱朵朵的手机抓过来 仔细一看 他也开始尽叫道 怎么是周一哲 冯文轩立刻看向我 你刚才说什么 谈恋爱 官宣不官宣的 你不是和周一哲谈的恋爱 我还以为你和周一哲谈了呢 那一刻 我想死 钱朵朵听到了冯文轩的话 转头过来问我 什么 你谈恋爱了 老天啊 你杀我算了 我想了想 把我发的那条你谈恋爱吗 的聊天记录给他们看了看 钱朵朵和冯文轩看见了 齐声惊呼 牛啊随喜寒 尖叫完了 钱朵朵开始分析 所以 王思思那条朋友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问 你和周一哲谈恋爱 王思思发朋友圈干嘛 哎 王思思朋友圈呢 钱朵朵划着手机 我也跟着翻 然后确定到 他删了 冯文轩问 这绿茶干嘛呀 发了又删的 钱朵朵说 故意的呗 先发个暧昧不清的朋友圈 让大家看几眼 以为他和周一哲谈恋爱了 然后再删除 这样不留把柄 还有话题度 无意中还能吵CP 不愧是茶姐王思思 一边的钱朵朵还在继续分析 他特意把男生屏蔽了 肯定是因为怕鱼丢了 而且 他知道周一哲和女生关系都不好 不会有女生问周一哲 才故意给我们女生看的 听起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只见钱朵朵狠狠拍了拍我的肩膀 宝 你快和周一哲官宣 狠狠地打王思思的脸 我犹豫到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官宣爱 我 随随便便就和周一哲谈恋爱 感觉可能会不长久 万一过两天就分了我多丢人啊 钱朵朵摇着我说 才不可能呢 我看周一哲弟弟对你可上心了 他才舍不得和你分手 你不和他分就行 这个时候 冯文轩站出来说 哎呀朵朵你不要那么相信男人 要我说 稀罕不想现在官宣也好 正好我们看看 王思思接下来还能搞出什么花样 我猜他肯定还会做妖的 听说他很喜欢周一哲 有道理 我也想看看 这王思思接下来还会不会借着周一哲 耍什么花招 再让他蹦待几天吧 无所谓 必要的时候 我会出手 大概是预感到我谈恋爱了 所以我的亲戚大姨妈连夜赶来看我 晚上快九点 我痛惊到痛不欲生 周一哲又给我打语音 姐姐 睡觉之前我想和你打语音 她发给我道 我把她的语音电话按挂了 然后打字告诉她 我痛惊了 不想说话 周一哲秒回我 姐姐你是今天第一天来姨妈吗 我记一下 接下来她又说道 姐姐你等等 我去给你买红糖浆水和止痛药 我赶紧和她说 不用不用 我抓紧睡觉就好了 大晚上的你别折腾了 可是周一哲不听劝 非要出去 我等啊等 等啊等 成功把自己等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看见周一哲给我留言 第一条 姐姐 卖红糖浆水的商家机器坏了 你可能要等一会儿 半个小时候 她发了第二条 姐姐 他们终于做好了 我给你送过去 我进不了女生寝室 你要不要下来娶一下 或者让室友帮忙 接下来便是一串姐姐睡了吗 最后一条是 姐姐 你室友给你带上去啦 我一低头 床下果然放着一杯红糖浆水 该说不说 这小子还挺用心的 助我对床的冯文轩 看我醒了 嘖嘖嘖了一番 说到 醒了呀 你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着周一哲 在食堂等了好久 给你买红糖浆水和药 好多女生围着她 看她是一眼都不躲丑啊 而下一秒 钱朵朵叫着 王思思昨天晚上发朋友圈了 快看 我赶紧打开手机 去翻朋友圈 打开手机的同时 周一哲刚好给我发了一条姐姐醒了吗 出于对八卦的尊重 我没有先回周一哲 还是先刷朋友圈 我看见王思思 昨天晚上11点 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一杯红糖浆水的照片 配文是 谢谢 有你真好 嘖嘖嘖 我们寝世几人 不约而同的发了个白眼 钱朵朵大胆开卖 好家伙 卡点伪恋爱是吧 这红糖浆水的杯子里 装的不会是绿茶吧 冯文轩补充道 对了 我昨天真的看见王思思 去找周一哲了 她还和周一哲说了什么 我赶紧给周一哲发消息 我醒了 早安 紧接着下一条就是 你昨天晚上 给我买红糖浆水的时候 遇见王思思了吗 周一哲也是秒回 姐姐早安 王思思是谁 男的女的 姐姐干嘛关心这个人 不关心我 昨天都没冻着吗 好家伙 感觉你也是个小绿茶呀 我回周一哲道 关心你关心你 她是个女生了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问问 周一哲回复我 姐姐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和她是清白的 姐姐千万别误会 那倒不至于 我只是想看好戏 不过 既然王思思天天在朋友圈 给男同学发黑丝福利 那周一哲对她没印象吗 接着周一哲对我说 哦 姐姐 她确实嫁过我 不过我看她总在朋友圈 扭来扭去 像个芒头虫 就把她屏蔽了 好家伙 不愧是我的弟弟 也不愧是王思思 周一哲又向我解释道 姐姐 这个人昨天在我给你 买红糖浆水的时候找过我 他就问了我几句 这点还卖不卖 我告诉他说 机器坏了 多一句我们都没聊的 原来如此啊 估计这绿茶 是想和周一哲瞎搭话 让别人以为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也为了他晚上 发的那条朋友圈做铺垫 我可真是无语 我坦然对钱多多和冯文轩说 周一哲把王思思屏蔽了 他甚至不知道王思思是谁 你们两个也别出去乱说啊 冯文轩点点头 钱多多更是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我们肯定不会乱说的 我们都等着王思思自己做妖 看她笑话呢 跟他们分享完了八卦 我就继续睡了 手机响了一声 我也没细看 其实那是周一哲发给我的消息 他给我发了一对情投 说 姐姐 我们换个情投好不好 我怕你被男人抢走了 等我回龙觉醒来的时候 望着周一哲换上的情侣头像 和那句 我怕你被野男人抢走了 陷入了沉思 情投什么的倒是无所谓 为什么周一哲总说 我被野男人抢走什么的 搞得我这个寡王像海王一样 我给周一哲回道 刚才在睡觉 我说 你怎么总把我说得像养鱼的海王一样 哪有什么野男人啊 周一哲一看我发消息 又乐呵呵的发了几个表情包 然后跟我说 我就知道姐姐肯定是睡着了 不会故意不回我的 这小子是不是搞错了重点 我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钱朵朵又扒着我的床告诉我 你快看王思思 他换头像了 我一看 这不正是周一哲 给我发的那对情侣头像中的女头吗 他肯定是看周一哲换了情侣头像 所以又给自己换上情侣头像 假装再和周一哲恋爱了 正当我被王思思这个行为 雷到外交里嫩的时候 周一哲又发微信催我了 姐姐你还不换情侣头像吗 是不喜欢这个情侣头像吗 要不我们换一个 我深吸一口气 不换 就要这个 我倒要看看 王思思还能耍什么花招 王思思同时跟西草周一哲用情侣头像 王思思这个人 平时和几个班淡部学生会的人混在一起 出镜率很高 再加上他之前还发了几条朋友圈铺垫 许多同学都默认他和周一哲是一对 而我是那个不识好歹的痴女 今天早上我上课的时候 王思思的闺蜜甚至直接问我说 你就是那个随心喊骂 你头像和我们思思一样哎 我记得你 废话 他非要和我对象用情侣头 当然和我的头像一样了 我白了他们一眼 丢下一句是啊 就往后排走 这两个女人窃窃私语道 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非要和周一哲换情头 不觉得自己是个漂亮小宠吗 可惜下一秒老师就进教室了 所以我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 大概刻上到一半 我的微信多了个好友申请 显示是搜索我微信号添加的 加好友的时候 对面只有一句话你是随心喊吧 谁 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通过之后我问对面道 你是 对方上来就是一句 姐妹 你认识周一哲吗 谁啊 怎么问周一哲 这三个字一出来 我独属于女人的第六感警报 开始拉响了 我有一种直觉 对面是王思思 所以我直接回了一个 不认识过去 对面的账号 显示了两字正在输入中 最后倒是一个字都没说 我试图看对面的朋友圈 但是人家压根没有朋友圈的入口 我把这简短的聊天记录 给钱朵朵看了看 他直接抢过我的手机 点击转账 查看对方的姓名 最后一个字是思 他笑了 跟我说 王思思大概是问不到消息 只能拿小号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和周一哲谈恋爱了 所以 如果他得到了我这个答案 会怎么样呢 我有一种预感 钱躲躲说 接下来王思思会搞出更大的幺蛾子 他越说 我越想拭目以待了 这时周一哲给我发消息问我 姐姐 你这节课在哪个教室 我来接你 下课一起吃午饭好不好 为了看王思思接下来精彩的演出 我咬牙拒绝了 不聊 我点了外卖到寝室 我中午要改个作业 就因为想看看 王思思这绿茶还会搞些什么名堂 我和周一哲的恋爱 像地下党街头一样 我火急火燎的王寝室 跑生怕周一哲逮到我 结果马上进寝室楼的时候 我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啊 对不起 我揉着个头道歉 对面的男人站住脚步 嘖嘖地说道 干什么呀 这么着急 我打算到个千金楼的时候 对方叫住了我 隋西涵 谁 他怎么认识我 我抬头一看 这不是程申勇吗 这家伙是我高中同学 我们俩高中的时候就互相平嘴 到了大学 偶尔打个照面 还能互相嘴几句 程申勇见到我 递给我一瓶可乐 昨天 有个女朋友跟我说 你这两天总爱滴血糖 这个给你吧 下次注意点 别一天天走路不看路了 我接过可乐后一头雾水 老娘什么时候滴血糖了 不过程申勇把可乐 递给我之后就走了 也没说别的 我只好接过可乐 就会寝室了 原本这件事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可是三天之后 周一哲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 周一哲的声音莫名阴冷 他问我 姐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官宣 我不知道周一哲怎么回事 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 我愣愣地问 出什么事了 周一哲一言不发 给我转来一张照片 上面是程申勇递给我可乐的画面 那个拍摄角度 抓拍场景与后期滤镜 都把整个画面的氛围推向暧昧 不知道还以为是偶像剧剧照 我立刻感觉到不对劲 问周一哲 你在哪看到的 电话那头没说话 又给我转发了一个校园推送 标题是秋日心动 那些藏在校园角落里的浅卷美好 这个标题 王思思应该是记者团里的 我好像已经猜到了什么 点进去果不其然 我和程申勇递可乐的照片 就在第一的位置 仔细一看 程申勇还被特意辟得又高又瘦 反倒是照片上的 我看起来一言难尽 我气得气血上涌 含着怒意往下拉 最后果然在编辑一栏 看见了王思思的名字 气死我了 这边我被气得眼冒惊心 周一哲还在那边低声问道 姐姐 这个照片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依靠理智 我勉强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 你先别问我 你先去看这篇推送的编辑是谁 大约三秒后 周一哲发出了一声惊呼 王思思 那个在朋友圈扭来扭去的毛毛虫 听到周一哲的后半句话 我好像没那么生气了 所以我又问 你是从哪里看见这篇推送的 周一哲老老实实的回答 我三个室友都在朋友圈里 转发这篇推送了 我看他们都转了 当然就看了 好深的心机 我冷笑一声 说现在你开免提 问你室友 为什么转发这篇推送 我要听原因 周一哲很听话 我这样说 他就打开了免提 然后问室友 赵忠丽 你为什么转发 那个记者团的推送 他室友说 哦 就我们之前说 那个挺骚的学姐 他昨天私聊我说 他新写了一篇推送 希望能阅读量多点 求我们帮他转 这女菩萨开口了 那我就动动手指呗 怎么了 他话音落下后 我也明白了 王思思所有的心思 好在周一哲也聪明 他说 呜 所以他 我直接放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 你去看王思思的头像 周一哲花了两秒的时间 查找王思思这个好友 看见之后 惊呼 他头像怎么和你一样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因为他想和你换情头 话已至此 我也不介意 把王思思干过的所有恶心事 都说给周一哲听 周一哲听完之后 骂了几句 这是我难得听他说脏话 最后 周一哲直接说 我现在就把这个恶心的绿茶删了 然后和你官宣 啊 这就准备官宣了吗 我一正 电话那头的周一哲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改了口 姐姐 要不校园联谊会那天我们官宣吧 我觉得那天很有纪念意义 校园联谊会 听到这个词 我愣了一下 我对这种东西 可真是没有任何兴趣 姐姐我们就在联谊会那天官宣吧 对了 姐姐你把三维给我好不好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给姐姐量身定制一件礼服 要和我情侣款那种 周一哲小声地说 啊 又要一起参加校园联谊会 又要给我定制礼服的 这也太突然了吧 我原本想拒绝 可是架不住周一哲一直求 我也就同意了 我们顺利地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校园联谊会 联谊会顾名思义 就是给各路学生联系感情的 原本我们寝室的几个废物 对这种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 架不住周一哲抓我去参加 于是 我的几个室友们为了磕CP都兴冲冲的参加了 当我穿上周一哲给我定制的礼服裙的时候 钱多多和冯文轩一起大叫道 哇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件礼服是一件红白相间的鱼尾礼服裙 鱼口和腰间都绣了几朵妖娇的玫瑰花 可以说极为奢华精致 钱多多一边给我化妆一边夸 你还别说 咱们周一哲弟弟的眼光真好 这什么一点都不直男 太美了 太美了 冯文轩也跟着夸我 宝贝你这么美 肯定把王思思那个绿茶气死了 我对于身上这条裙子还有点诚惶诚恐 我皱着没问 这样是不是太张扬了 一点都不张扬 钱多多抢着说 你必须穿这个去 绝对不能辜负周一哲的一片心意 于是我就穿着这件衣服 被室友们化好妆后 硬推到了联谊会 远远的 我看见了周一哲站在礼堂门口 他穿着精美的西装 胸口处有一朵 用我裙子同款布料制成的玫瑰花 他打的领带也是和我裙子同款样式的 可以说是眼情女装 看我来了 周一哲向我挥手 姐姐 周一哲身边围了几个同班同学 他一边拉着我过来 一边介绍我 这是我女朋友 给大家认识一下 周围的人听到了周一哲的话 瞪大了眼睛 你女朋友不是王思思吗 一阵冷意在周一哲脸上划过 周一哲皱眉 装作疑惑的样子 王思思是谁 我好像不认识这人 等等 他手向远处一指 是他吗 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周一哲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在看见王思思之后 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微妙极了 只见王思思身穿一件 巴比粉和荧光绿相间的礼服 那件礼服的款式造型 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 但是布料和颜色实在是一言难尽 穿在他身上 让他像一个误入会场的 水晶梦鹿子蝴蝶 沙利亚风雨雷电 云雪雾霜巴比公主 他是色盲吗 怎么会穿这种衣服过来 我甚至觉得下一秒 王思思会拿出一个马戏团的 裸出来敲打并说着 小丑表演开始了 王思思感受到大家的目光 神色为难极了 他窘迫地向我们走了过来 他乡间半路 还露了事业线 摇摇晃晃走过来 好像要给周一哲敬酒 周一哲只猝着眉头看他 我们认识吗 一个人忽然说道 王思思 你身上的衣服怎么 和随心喊一个款式 众人打亮着我的礼服 和他的礼服 我的礼服红白交织 绝美异常 王思思的礼服 巴比粉与荧光绿交织 相当辣眼 这个时候 一个男生想起 哎呦嫂子 怪我怪我 那个周一哲的室友赵忠丽 走了过来 对我说 嫂子 你也知道 你这身是周一哲亲自给你选的 我原来想帮他发给你 让你看看裙子的版型来着 不知道怎么的 发到这个学姐那里去了 赵忠丽转而看向王思思 话说这位姐姐 是那个每天晚上 在朋友圈发黑丝的姐姐吧 围观人群 发出一阵小声的骚动 赵忠丽嬉皮笑脸的继续说 这位学姐 我平时总能在DI上看见你 你带着咱们学校的定位 发黑丝扭屯舞的视频 我对你印象可深了 不过 你怎么给我嫂子一个头像啊 你看到我发消息都弄魂了 听说王思思在DI上 带着我们学校的定位擦边 围观群众的表情更不好了 王思思也窘迫的红了脸 自己干出那种事情被人捅破了 现代知道休了 我很解气的看着王思思 只见赵忠丽追着问 王思思学姐 你也有对象 并且和你对象用的这个情头啊 王思思听了连忙给自己找台阶下 点头道 对对对 我和我男朋友的 刚好也喜欢这个情头罢了 赵忠丽挠了挠头 是这样吗 那我当时把你当我嫂子 给你发周一折 给女朋友设计的裙子草图 你怎么不告诉我 发错还自己穿上呀 你看你今天都和我嫂子撞伤了 还好您老人家品味独特 这个配色 搭配的倒是独具匠心哈 提到她那八笔粉荧光绿的衣服 大家再也忍不住 纷纷笑起来 面对这一番追问 王思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见她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赵忠丽还在开口 你说说这事 你穿了周一折 给嫂子设计的礼服 这要是你男朋友 知道了多不好 说起来你男朋友 就是上次在学校门口 接你上车那个吧 王思思的脸色 冰静惨白 她想离开 却被吃瓜的人 围个水泄不通 她只能抿着嘴唇说 是她 赵忠丽连连点头 啊 我看她还以为她是你爸呢 不过她虽然一米六几 不怎么高 还有点胖 只要她对学姐你好就行 她说到这 王思思再也听不下去了 她愤怒地拨开人群 跑到了远处 见王思思走了 吃瓜群众们也不再围着 慢慢地散去 周一哲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对周围说道 我真的不认识王思思学姐 而且她也说了 自己有男朋友 可能如赵忠丽所言 她的男朋友身高一米六几 有点胖看着老但是对她很好 我真诚祝愿王思思学姐 可以和她其貌不扬 但是善良的男朋友 恩恩爱爱 我也很喜欢自己的女朋友 随西涵 请大家不要随意揣测了 就这样 周一哲把我牵走了 临走前她拍了拍赵忠丽的肩膀 轻轻说了一句 今天干得不错 赵忠丽挑眉 应该的 被周一哲拉走后 我停下脚步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官宣这天王思思会出仇 我当然想得到 但我真没想到 周一哲和赵忠丽 能让王思思出这么大的仇 周一哲说 你去看校园表白墙 我赶紧看了看表白墙 发现一分钟前 表白墙刚发了一条动态 本人赵忠丽 在这里给我兄弟周一哲的女朋友 随心喊道个歉 之前把消息发给 猴嫂子头像一样的王思思学姐了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张动态还附上了 他和王思思的聊天记录 赵忠丽发道 周一哲说了 他的女朋友要穿这件衣服 陪他一起参加联谊会 这件裙子和他的西装 是情侣款 学姐你看行吗 后面还附带了 我身上这件裙子的设计图纸 看到这里 我就明白了 赵忠丽是周一哲兄弟 他这样说 王思思肯定以为是周一哲 要和他谈恋爱 不好意思直说 他穿上这件衣服 和周一哲是情侣装 两个人就会自然而然成为情侣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搞到一件一模一样的礼服 王思思还给赵忠丽回了个好的 而今天 赵忠丽摁着王思思 和我头像一样的事 反复强调 把自己摄取片 王思思静套的心思 掩藏的一干二净 反倒是这张聊天记录一发 加上今天赵忠丽 当大家面说的那些话 足够大家把王思思的小心思 看得一干二净 如果他对周一哲没心思 赵忠丽发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大可以一口回绝 或者问问怎么回事 偏偏自己真的暗戳戳 穿了剑礼服来献丑 主要还是荧光绿加巴比粉的 我至今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搞这么莫名其妙的配色 我问周一哲 他为什么要穿那个颜色的呀 周一哲眯了眯眼睛 其实一开始 赵忠丽给王思思发了两张图 一张是无色的设计图纸 一张是有色的 配色就是巴比粉和荧光绿 他要拿去定礼服 肯定是定有色的那版 不过我没想到 他真的敢搞荧光绿 和巴比粉配色穿在身上 至于刚刚那张截图 我让赵忠丽 把有色的聊天记录删除了 一切都是周一哲搞的鬼 周一哲耸耸肩 坦然道 没错 是我安排的 我故意让赵忠丽 给王思思发那样的消息 今天赵忠丽的发言 也是我教他的 他那么喜欢利用我兄弟 破坏我们俩的感情 那我也招猫画虎 让赵忠丽出马呗 末了 周一哲又补充道 他非要换情头 也不能让他白换是不是 让他偶尔看看 我是怎么对待 我可爱美丽 聪慧善良的姐姐也挺好吗 听完我忍不住说 周一哲呀周一哲 我觉得相较之下 王思思根本不算绿茶 你比王思思绿茶多了 王思思的段位 在你面前完全不够看的 周一哲点点头 好像还挺高兴 他把我抱到怀里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他又露腿 又露胸又露肩的 段位太低了 换成我直接就不穿 我翻了个白眼 你可得了吧 别闹啊 周一哲嘴角微弯 我哪里闹了 我来真的爱 他拿起角落里的酒 拖在自己胸膛上 酒夜瞬间浸透 他胸口雪白的衬衫 那湿漉漉的衣服 黏在他轮廓分明的肌肉上 周一哲趴在耳边 嘀嘀对我说 姐姐我衣服脏了 你陪我回防换衣服吧